最近都很流行鹹蛋味的什麼什麼 我們搜羅了星馬大 香港世界各地的鹹蛋零食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玻璃 很久沒見了 今天我們有個特別嘉賓 來我們VTV的拍攝場地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同小儀的搖搖 你今天帶了這麼多鹹蛋味的東西上來 你有沒有吃過鹹蛋味的產品 告訴你我一次都沒吃過鹹蛋味的東西 今次有我第一次獻給你 我們現在第一樣就試試這個 真薯片 真薯片的鹹蛋味 它這個其實就是 自己開完薯片 裡面有些味粉 你要自己適合的 其實這個東西很小 很少的就是這樣 真的不是太多 其實聞下去這個粉 也有鹹蛋香味 有味的 又不是很重 但聞起來不鹹 好像沒有什麼味 這個位置我已經聞到有香味 是嗎 我拿著就聞到 所以其實它的味道不是很厲害 其實我吃過它是沒什麼味道 吃進口 但是它的份量真的很少 你看看它扁的 你看看 應該可以 這支是麥當勞 我最喜歡的就是這個聲音 你覺得怎樣 吃一下是可以吃的 味道很淡 第一次我會覺得是芝士粉 對 到前 但味道很淡 你還要不要 我先這樣 一支十里會給你一份 5元 5元 我也是會給它 免價合格 5分 我覺得它的份量比較少 而且味道也比較淡 這包東西的價錢是十多 它的性價比是一般 價錢是很便宜的 但是你不會想再吃 試完之後 一次就夠了 我覺得這包東西 Next 剛剛試完薯片 我們繼續試下一款 沒錯 這個就是來自泰國的薯片 味道會比較濃 我猜應該會好吃很多 味道會濃很多 東南亞那些食物比較濃味 它除了濃味還會辣 這個不辣 應該這包不辣 因為它沒有寫辣 但我不懂得看泰文 這個薯片比較小塊 我想說 它們的顏色也濃一點 剛才的顏色很淡 剛才的顏色有點過份 是淡粉的 那個味道比較濃 咬多兩口 要試真點 我一口口口口沒有特別 但你慢慢咬的味道就出來了 這個薯仔比剛才的薯仔厚 有少少辣的 有微辣的 這些我不能吃辣 你會想繼續吃 但我覺得主要是來自辣味 不是來自鹹蛋味 它沒甚麼鹹 它多數是香了出來 這個可以吃第二塊 其實你看看它只有三份一包 因為我會給它7分 我給6分 其實我不太喜歡吃辣 下一樣 接下來有新加坡的魚皮 你是不是不喜歡吃魚皮? 我不是不喜歡吃 但不是很喜歡吃 我喜歡它的花紋 包裝設計很漂亮 這個一開就很大股魚皮味 真的嗎?很期待 當然 沒有鹹蛋味 完全沒有 看上去都不覺得有 很硬 你聽得到嗎? 很脆 它的鹹蛋味比第一包薯片更淡 我覺得它比第一包鹹鹹 還有一點胡椒味 為什麼我吃不出 我覺得它很淡 因為這個有辣有鹹的 其實都 它有辣嗎? 買一包魚皮回來 沒甚麼分別 是啊 真的沒甚麼分別 我覺得它不合格 它只是一個普通的魚皮 它不是掛著鹹蛋的頭鹹 是OK的 6分 我覺得它吃6分 我覺得它沒有甚麼鹹蛋味 5分 其實這包是37.5分 但我覺得1分前1分 它的味道其實沒有那麼香 所以我覺得都是5分 好 這個也是新加坡製造的 這個是我最期待的蝦頭 我希望它有蝦味又有鹹蛋味 我拿一塊小的味道 你真的很不喜歡吃 鹹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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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味比鹹蛋味 我覺得這個是最好吃 這麼多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是最鬆化 有些辣 都是跟 但都沒有我想像中那麼香 這個我會給 8分 我會想吃 吃完一塊再一塊 我覺得6分 我喜歡它的酥味 口感 但味道也不是很吸引 因為辣 這包是68元 68元很貴 我不會花60多元買這包 68元我買到更差 如果是我不會買這包 接著我們要來試試 香港製造的鹹蛋 黃齋燒鵝 怎樣都要說 作為香港製造 我們要先試一下 都是很細胞 有防腐性的正常 嘩 嘩 好少 但是呢 我一伸進去 就整個手 放入裡面的粉 你看看 所以我就說 這個邊邊有這麼多粉 吃完這包 很髒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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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這麼多包 以來我覺得 最有鹹蛋味的一包 不過真的不好吃 我覺得真的不好吃 好油 如果這裡要給分的話 我給它6分 對不起 我給4分 我其實想減分 想給5分 因為我不太喜歡吃 這包本身平時 原味是十多元 現在加了鹹蛋黃 兩個字 三個字 對不起 我不懂得數目 它是 大概升價三十多元 三十多元 我覺得是完全不值 是不是加了鹹蛋粉 就會加倍 可以加錢 不過它真的很好 最有鹹蛋味 好 接下來就有台灣製造的 popcorn 這個牌子其實也挺有名的 在台灣 它一開是 那種味是 很香的泡菊味 泡菊的香味 泡菊的香味 泡菊 但不是鹹蛋的 是很有粟米味 不像鹹蛋 它是鹹蛋的 它是鹹蛋的 很淡的 鹹蛋的味 但最後是甜的 脆的 我不覺得它脆 我覺得它很軟 泡菊 泡菊 泡菊不是要脆的嗎 6分 我覺得它很軟 作為零食 我會喜歡這一包 7分 這包就二十多元 但只有這麼小 我自己未必會回購 但我想你應該會買 哦 如果二十多元 其實我不會買 也不會 好 最後我們有 越南的杯麵 這個是加了蛋黃味的拌麵 時間關係 我們已經煮好了 聞一下它很香的 杯麵味 但一點鹹蛋黃味味都沒有 它好像 它很香的杯麵味 不是 其實也有鹹蛋味 鹹蛋拌杯麵的味道 沒有 完全不覺得它有鹹蛋味 很失望 聞一下它的香 是很好 很吸引的 但吃起來 就沒有味 麵沒有味 粉沒有味 也是不鹹的 五分 如果加了鹹蛋 兩個次的話 我覺得它真的不 真的值五分 但如果只在這個杯麵 我覺得還可以 這個味道 這個杯麵很符 來到最後 我們已經試完所有的零食 我自己最喜歡 覺得味道最好吃 就是蝦頭 不過它真的太貴了 試了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薯片 是最香的 雖然它沒有太多蛋黃味 但我很喜歡它的味道 和很脆 我喜歡薯片 但鹹蛋復王就是這個 猜燒鵝 它真的不好吃 又吃到我整隻髒腋 今天我們吃完這麼多 得出一個結論 就是 只要那個產品 加了鹹蛋兩個字 它就會生雞變成薯王 沒錯 所以我們為大家 新鮮樹株 試了哪一個是薯王 如果大家喜歡這條片 記得Like and Share 千萬不要忘記 Follow我們VTV 還有我們的大同小姨分道 記得Like和Share我們的Facebook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